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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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中英联合声明 因为之前外交部发言 也不止一次 说中英联合声明经意出效 周显大师你怎样看 我将这件事说一说中国的立场 不是代表我同意或不同意 我只是说事实 它本来暂来就是这个立场 那个立场是没有变过的 中美联合声明 中美联合公布或所有事 很多联合声明 它不是一个协议 为何它是一个联合声明的形式表达 其实大家以为协议是错的 它只不过我们大家求同传异 我们大家做朋友 不过我们很多立场是不同意的 我将我的立场讲出来 你将你的立场讲出来 然后将相同的部分 再conclude出来 所以中英联合声明分开三部份 一部份是中方声明 一部份是英方声明 一部份是联合声明 英方当然是成合过三条合约 但是中方从来没有声明过 而不承认不承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是中国向来有思义的立场 不是中国的 是由蒋介石的中国开始 因为北洋军阀是承认的 而蒋介石开始已经开始不承认 已经不断去取消不平等条约 其实很多人认为中日战争有一个部份的原因 因为你取消了某部份的不平等条约 因为香港没有取消了 那就是外国没有能力 没有着手 当时一战打了 那些人都被残杀 于是从日本就可以来了 历史上是否常见的 对上那个政权承认的东西 你接他手或者推翻他 但我不承认 你曾经有承认过 现在你换了政权 多少有些承认有些不承认 很少完全不承认 多数就是如果政权的时候 你是我的朋友 那我就当然承认 但是你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 我成立过政权的时候 你是跟我打仗的 那我就不承认 你跟我打过仗的 你是个仇家来的 那一刻他就不承认 多数会是有这样的状况 而其实所有的领土糾纷 大家以前来到欧洲时 是经常发生的 欧洲有很多战争 譬如卑斯麦 德国打丹麦 周时都因为 stress with Holstein 大家说说几百年前 你那个领主转了 然后你又说什么 搞不烦不如打仗 但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 是因为当初没出来打仗 如果阿爷和英国打仗 硬要解放军进了深圳河 走过来占领了香港 就没事了 但其他事情很糟糕 所以他其实是这样的问题 既然他从来不承认过 承认过那个不平等条约 于是香港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所以中英联合声明 在中国的眼中 只是一份工作协定 现在暂时你说 我现在收回 于是在中国来说 是一个过渡期间 中英联合声明 在中国的立场 记住我仍然再说一次 我不可以承认这立场 我只是说他们现在的官方立场 官方立场的意思是 是在2000年 不知几月几日 应该是第7月1号之内 是正式 expire 因为 中英联合联合小组 已经是解散了 所以没有过渡期间 就算我反口 我要什么都是我内政问题 不关你们英国事 不是反口 只不过从来都是我内政 所以我改一些政策 我成立特别行政区 我自己的事 我成立什么事 这个就是中国向我南向 而这个其实牵涉到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状况 就是 他不能承认不平等条约 因为如果承认的话 是不但香港没有 是台湾的问题 因为台湾是不平等条约 割洋出来的 他承认不平等条约 他打赢了盟军 当年蒋介石军队去台湾 是用盟军占领军身份 签旧金三和约 也没有签过旧金三和约 中华盟友都没有签过 是用占领军身份去 去掌握台湾 后来日本是放弃了台湾 所以 如果你承认不平等条约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无主的孤岛 可能要攻台或实质占领 那中国就无权 所以如果他承认不平等条约 如果他承认英国在香港有任何主权的话 他就等于承认他在台湾也没有主权 所以这件事他就夹住了 就一定不可以退让了 这是一个原則问题 代表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看着就觉得够怪怪的 就是为什么可以 就是今天 中国政府他有他的看法 但是你那些西方列强 他们又说不是的 刚刚才拿出来说 你要看回 张联系统的继续 如果你全部都不算数 你还可以吗 如果全部都不算数 以前的全部都不算数 你只有一个方法 全部都不算数 那就是你先打赢我们 就是变成大家各说各话 其实就不会说拿去什么国际法庭 又或者没什么意思 拿去国际法庭 基本上就是输 除非打赢一场仗 就是所有的问题 都是一场打仗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 中国的问题就是 你是没有打赢过一场仗 没有打赢过一场仗 这样的西方列强 所以基本上 你那样东西人们不承认 但是人们觉得你什么 就没办法了 除非你就强力 最终都是看手刮硬 没错 到最后所有的都是手刮硬 但是外国手刮硬的时候 以前你读中国是使命业务的 中国手刮硬 中国只是有实质占领 但是外国手刮硬之后 都会打完一场仗 但是大家都做好做丑 签花堆药 然后拿着责应 就是中国没有的 中国从来都是实质占领 所以中市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首先要说 我当然同意 所有条约都是打完 就是你没有一个和约 不是打完才签订的 你说北京条约 南京条约 和国生界托展条约 每一样东西都是透过打 或者用威胁的方式去做 如果你放诸这个世界 其实也都是所有条约 都一定是谁够恶 就是钓鱼台也是这样 独岛也是这样 基本上所有争议的 就是我们讲国际条约 其实都是讲国际实力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事情都不再是讲打 就是你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去做这个国际仲裁 所以就算不打仗 其实也有很多方式 是威胁你去遵守 或者不遵守条约 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权力理论 就是谁够恶 那你就可以去喘息 就是你够喘息 现在的问题就是 现在中国他不承认 这个中益联合宣明 其实他都不需要有什么法理 因为你总有的方式 可以诠释到那个条约 是比较适合你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以前不减做 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 自己角力不够 现在你够胆做 你就觉得你是可以 大声一点 是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喂 你这样去说 现在全世界都不认同你的说法的时候 那你会怎样做呢 你是不是就是我确定下去呢 那你会预期 就是你是会预期 你不完全去撕毁这件事 或者你大部分的东西 你为所欲为 人家就会制裁你了 就是这个是世界通例 但是国际社会上 因为现在中美决战 可能有些欧洲 或西方国家 会帮欧美的看法 不是可能 是绝对 但是会不会有些一带一路 或者其他国家 都出来帮忙 我想不会 可能会有些 伊朗 俄罗斯 朝鲜不算 他们都迫着 大家都不是特别好 对中国 但是因为 我觉得现在 不要说什么问题 不要说一个理念问题 就是中国来说 它的问题就是 两天取其兴的问题 就是中国 其实你可以 就是当一个人 没有钱 又不够打的时候 你所行的路 是不太多的 就是 它所行的路 大家 为什么 在今时今日的政治局 政治经济局势 搞成这样 因为美国 它的角力相对 在十年前的时候 在金鸳海嘯之前 是衰退了 它钱也少了 所以它所行的路 不多 那没有可能的路不多 那就发达窮恶 去搞一下欧洲 日本 日韩 中国 中国帮你夹的时候 它是在食物链下游 它不是在食物链下游 它不是在食物链下游 它所行的路不多 就是我们大家 当我们穷的时候 我们所拥有的 面前的路径 所以选择的路很少 就是 现在在中国来说 它只能是说 两个崔奇兴 它不是很想 那么张牙舞爪 或者可能它更想张牙舞爪 但是它已经没有 那么能力去 如何去做 它现在的张牙舞爪 只是实际上 一个穷人摆阔 或者是一个什么 就是这样 它要维持局面 是很难 你不能够 就是说一句 你不能够 你住在 你的收入搞笑 就是住在一千尺屋 你不想搬到四百尺屋 住回 你不想这样 于是它迫着 它要维持局面 就是 中国不能够 有新疆搞 有西洋搞 有香港搞 或者有经济不好 跟着人民大贬值 它不可以这样 你在可能的情况下 你不希望自己的水平是短短 或者我再补充 我刚才想重复的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文明的社会 其实也是这样打仗 在打仗和不打仗之间 其实它还有很多步骤可以做 所以就算你中国说 我现在已经兇了 有些什么 我就可以用我的方式去诠释 当然在这个权力理论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任你说 钓鱼台你说你是属于你 也可以 日本说是属于他 也可以 到最后都是看谁占领 但是问题就是 在这几个步骤里面 其实中共都要承担不同代价 因为最大的问题 中英联合声明 就已经不是 虽然它可以说它过时 但它不只是 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因为有很多人 都是依赖中英联合声明 在香港找到好处 所以为什么现在 很多人都很关注 G7峰会 又会出过 就是我说之前 一国两制声明 其实它不是关心 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 究竟是合理 或者不合理 说到最后就是 你搞着我的事情 你中国是很恶 你可以喜欢怎么样 但问题就是 你搞着我的利益 你就被迫着 我要搞你 我也这么说 英国和美国 应该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中国的立场是什么 但是我那条针在 如果我承认了你这件事 我就在这里没有死 我一定要是这么说 他一定是这么说 就是大家 除非你磅水磅 那个条件 利益 能够buy off 到我 我能够可以不理这些东西 但是你根本上 你也没有这个资格 你也没有条件 没有什么利益 没有什么实力 令到我眉上眼睹 看不到 我一定会做事 这件事 是很明显的一个角力 但是我就觉得 现在这个文明社会 我很感叹 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 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文明社会 因为我们还有很大的 discretion 还是袋有钱 才可以文明 如果我们没有犯狠 我们一定不文明 现在因为 其实在十几年间 整个国际的形态 是收缩得很重要 所以大家已经是 个个都开始 有些私破面 私破面是 大家都不想过文明 所以为什么 你会看到特朗普 说 你看到欧洲 中国 甚至香港 大家是文明社会 你说和理非非 以前我这么有钱 这么好的环境 我可以和理非非 谈争 但是今天 因为生存环境 就是这个 去到希拉拉 生存空间的问题 我生存空间 压缩到这样的时候 我还跟你说这些 大家都开始有些法貌 就是 哈米说的文明社会 有的感态 就是大家开始 因为穷 所以开始不文明 但我也是 我又会反过去想 其实 刚才周显大师 你讲的东西 也很合理 就是 我看不起那些 其实这个就是 我在维基找 中英联合声明 然后 又有人引起 是陈劍青说的 有些英国的法律专家 Martin Dean Han 就说 这个条约有约束役 是要遵守的 你不遵守的话 是要负 这个条文的责任 要被赔偿 你如果违约的话 你是无权终止这个规定 因为这个不可以单方面终止 我有心想 你讲这些人 又浪费气 你没有一个实力的后盾 你说那么多这些 所谓以理服人 你就发觉这个社会 很苍白 我有我的权利 中英联合声明 你不能单方面终止 就等于你跟责说 你不能抢我钱 这是法治社会 我的感觉 一方面我觉得 其实又不是一样 要打仗 有很多方式会制裁你 你中国政府 有没有想清楚 你现在做的事情 结果是怎样 但另一方面 有些很文明的知识分子 觉得你做错了 你知不知道 你其实得中英联合声明 不是用你的方式去解释 这些其实也是多疑 我想 我有做少一个总结 或者是 有一次展望 下次有机会再谈 就是说 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 真的没有经历过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很多事情 就是和平了很多年 你八十年代 有二十多年 都是相对好 经济都很稳定 因为冷战距离我们很严重 是的 其实很多这些弱欲强 经常不讲道理 搞政变 搞暗示 现在都在发生 距离我们很严重 但我们这一代的人 不要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 全年冷战都好像很遥远 是 在小时候 经历了这二三十年的经济学家 叫做 Great Moderation 就是说一样东西都很平稳 通胀好 经济上都是大繁明时代 到了近这十多年的时候 让我们重新看会 什么叫做政争时代 是的 我想下次有机会想请教一下 两位熟历史多一点 究竟这一刻 身边有一位朋友 要跟我说 现在好像回到以前的大萧条 那个处境 就是你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候 突然间 究竟是因为 你刚才所说 大家发穷国 但不是 它之前那几十年 好像迫迫迫迫迫 你比起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其实整个世界有钱了 你又不是说去到 不是 就是因为有钱了 你要追求更高层次 是吗 在我们心目中更高层次 就是民主自由 但在中国眼中 它更高的层次 就是国家主权 其实都是因为太有钱而发生的事 你没有钱 可能就不会搞这些事情 那时候中国弱 那就不要搞 你说联续声明 又怎样 因为强国挖起 你有钱 是因为有钱才会搞这些 因为你有成本去搞 是的 是这样说 但我想补充一下 当年的时候 中国一共一百 它们可以习惯没有钱 但就为了没有钱 大家都知道没有钱 但大家都知道 我没有钱 我们也可以搞两单一星 但是因为没有钱 大家习惯没有钱 所以也没有所谓 但是如果有钱 你不可穷 原来是その问题 到了这里